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视频停一下 然后把它读完了之后 我们再继续的来观赏这一段的视频 我来读第一节到第十四节 第一节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 门徒见前来 把殿雨指给他看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看见这殿雨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 门徒暗暗地来说 请告诉我 什么时候有这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都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人要把你们现在患难你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 且有好些假牵师起来迷惑众人 只因不法的事争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 我想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整章从二十四章第一节一直到五十一节很长 可是我选读一到十四节主要是这一段落 它可以作为一个总结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来思想主题叫做 当那个日子来临 在这一段经文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你很清楚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 这个日子的来临可以是耶华的日子 或者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最后第十四节的那个末期 有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讲 我们对于那个末期或者是末日 或者对于那日子 或者对于耶和华的日子 大而可畏的日子 其实都在谈的是同样的一天 或者是在这个我们对于末后的 这一段的时代的这个认知 其实我们都非常有兴趣 可是我也必须要说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对于那个末日的那个细节的一个描述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只能猜 但是呢 你很难很确定 你所猜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但是呢 有一件事情是绝对不会错的是 那一天一定会临到 我们不一定猜中哪一天 或者当有人告诉你哪一天就是 我要告诉你 他不会知道的 可是呢 你不因为没有人知道 只有父知道 而那一天不会来 这是我首先要提醒的 最后那一天的日子一定会来临 可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你会发现你很难整理出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脉络 好像这一段经文当中 好像一个很多跟交纱的一个绳子 好像组成这一段的经文 那你必须要把这一段经文 1到51节里面作为一些的 好像你读懂了 然后把这中间慢慢的拆开 你才比较容易理解这一段经文 那我想我就透过一些的整理 让各位更明白这一段这一个大段落 到底在表达一件什么事情 首先呢 这一段经文 马太或者是耶稣的这个行动呢 他其实在告诉我们 有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那一天呢 整个圣城 整个圣地是会被拆毁 他在这边论到耶路撒冷 有一天一定会完完全全彻底的毁灭 成为废墟 不论是军事或者是其他的地震 都有可能 可是呢 我们原本 或者对以色列人来讲 那个雄伟 那个美丽的圣城 那个耶路撒冷 完完全全的会被拆毁 可是这个拆毁并不代表一个 好像最后遭灾的一个好像结局 在这样子的一个拆毁的过程当中 会恐怖 会很突然 而且人要面对很多的逼迫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一定要先讲 免得你会被我待会要谈的这些恐怖 这些突然你没有办法预期 好像吸引你的注意力 他是要告诉我们 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当中 不要失去你的信心 因为王会再来 你只要坚守你的信仰 知道你能够倚靠耶 你也只能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 而有一天我们的神会做王 你不需要害怕这件事情 首先我们就来谈耶和华的日子的降临的时候 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会让你十分的害怕 特别在好像西凡亚书那边特别有讲到 说那日是一个愤怒的日子 是一个极难困苦的日子 是一个好像荒废凄凉的一个日子 甚至他的描述是黑暗 幽冥 乌云密布的一个日子 所以那一天呢 其实你一定会感觉到害怕 或者是其实你现在就已经感觉到害怕 第二个呢 耶和华的日子那一天很突然 那个突然代表没有人可以预期 他是忽然的临到 第三个呢 是当那一个日子临到的时候呢 所有的一切会变得混乱 宇宙会变得混乱 日头会变暗 月亮会变为雪 甚至呢 道德这一些的标准也会开始有很多的混乱 许多的人的教导一定不会好像就是很像按着神的教导而来 所以到了那一天一定会有一些改变 而那个改变其实是一个混乱 再来是那些神的儿女在那一天会有逼迫 会有逼迫 反对教会的 反对基督的 会来逼迫这一些跟随基督的 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在这个段落就在谈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特别在第一节第二节谈到圣城的一个命运 耶稣在这里不是要表达有一天圣城被毁 随着圣城被毁 所有的这一些基督教的信仰 所有的救恩也随之好像不复存在 耶稣基督在这里表达的是 对这是一个未来日子的一个事实 可是面对耶路撒冷城的一个毁坏 许多的被围困 甚至在这个当中有许多的人会受苦 许多人会害怕 许多的人生命面临极大的一个逼迫 可是在耶稣的日子 我们的主要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神并没有放弃这个世界 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 很多时候我们受苦 其实会因为我们自己犯了罪受苦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受苦 是因为别人犯了罪 可是有一天神要来重新整理这个地上 所有这一些你所不认为合理的事情 上帝并没有放弃这个世界 上帝恨恶这个世界的罪恶 可是上帝进入这个世界 希望来改变这个世界 神会来干涉 第二个呢 即使那些的罪恶的一个情况 已经到了你不能忍受的一个顶点 这一段经文要提醒你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 不要对上帝灰心跟失望 因为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的时候 一些的道德沦丧的时候 这一切并不是一个毁灭的前奏 而是一个重新开始再造 我再说 这是不是一个毁灭的前奏 到了那一天的时候 你整个人生没有任何的依靠 而是告诉你 在这样一个好像混乱的一个过程当中 神要再次创造一个美丽的一个新世界 上帝会审判 上帝也会重新的创造 第三个再谈到一个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好像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公义跟怜悯 可是我要说 上帝仍然是公义跟怜悯的 他要来改变这个世界 除灭这个世界并不是上帝本来要做的事 上帝来是要来拯救这个世界 跟这个世界当中的人 或者是来拯救这个世界当中的我们 在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些改变 那个改变其实我们需要继续坚守 那个对于上帝 对于耶稣基督信仰的一个忠诚 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一些的逼迫 一些的压力 一些的苦难 会让我们放弃希望 甚至会觉得我还需要如此的忠心吗 对于我的信仰 当一切世上的标准开始改变的时候呢 你还要坚守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吗 当这个世界呢 所有的人你都没有办法效法的时候 当所有的人都不按照神所照我们该有的样式去活去行的时候 各位弟兄姐妹 你还愿意按照的耶稣基督所教导你的榜样跟样式去行吗 我要说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一段经文要提醒我们 那一天一定会来到 那一天会有许多的逼迫 可是在这个逼迫当中 他鼓励我们仍然对于上帝 我们存着一个信心 信心对于上帝就是信他是神 他掌管了这个世界 有一天他改变这个世界 这也是他所应许的 他要使这个世界重新被创造 恢复该有的次序 在这当中会有假的先知 在这当中会有一些假的领袖 他会好像会带领我们往错误的地方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 因着你们的信仰 因着我们在圣经当中对主的认识 因着我们在这一些圣经当中 我们实际或者在教会当中 实际生活的体会 我们不会被他们影响 许多错误的教导 你不会相信 许多错误的这一些的 好像神学的道理 你不会去跟随他 他在这里谈到的 不是我们的信心大或小的问题 而是我们唯一能够信靠的 只有上帝自己 而最后他在谈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耶稣基督这位世界的王 或者我们的主 有一天会再来 从这一章中 第三节第十四节 甚至到最后的二十七二十八 都在谈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基督终将得胜 当耶稣基督好像被定十架的时候 所有的人以为 弥赛亚就是这样子的 不见了 弥赛亚就这样子失败了 可是没有 好像末后的日子一样 当世界越来越混乱 当许多的人开始彼此攻打 当道德沦丧 当一切的标准 当这个土地 当这个世界开始越来越被破坏的时候 各位兄姐妹 你一定要理解一件事情 基督最后必将得胜 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缺心 各位兄姐妹 你需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再次的透过读这段的经文 我希望带给你的 不是一种恐吓 一种害怕 是希望让你知道 在这样未来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 可是在这样一个混乱当中 你不要忘记 你一定要记得牧师告诉你的 我们的王 我们的救主会再来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面对那末后日子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盼望跟安慰 我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更确定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也为那日子来临 我在说我们没有人知道那日子 什么时候来 可是当那日子来的时候 我们有信心 我们有恩典 我们有圣灵保卫师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面对这一切的苦难 而我们的神终将作亡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透过这么长的一段经文 我们越读越读 很多时候会让我们失了盼望 失了信心 对于这些未来将来之事的一个表达的时候 主我们会害怕 我们会觉得好像很突如其来 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怎么办 或者面对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的那些 对于这一些基督徒的一个逼迫 我们会想如果我们那个时候 主我们没有能力再坚守信仰怎么办 主透过这段经文你让我们理解 我们愿意倚靠你 我们愿意求告你 在那最后或末后的日子 我们必然得救 主因为你要来作王 主在那最黑暗的时候 主正是你显出你的大能 也正是神的儿女们显出 主要他们忠心在你面前的平均 谢谢你 不是按着我们有多忠心而恩待我们 而是按着你的爱 主因着你的爱与我们同在 主让我们可以去面对 这世上所有一切的试探与苦难 谢谢耶稣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